我们的今年的天气超 这个景色很美 这里的海水是非常蓝 可能怎么会来的东西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旅游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就再次二刷巴厘岛了 然后呢 现在已经正式入住了我们第一家的酒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二刷巴厘岛 因为我们觉得讲说巴厘岛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道底的食物让我念念不忘了 就是有那个barbecuing 这一次的旅行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上一次我们是去到他们的这个都市 就是在Ubud那一边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就要尝试他们的海岛 就是Bernida 耶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是租了那个摩托车 我们明天就会出发去Bernida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是四天三夜嘛 我们都是拿那个很普通很普通的bag包 两个人的衣服全部装在一个bag里面 因为我们等一下呢 会骑摩托去到我们想要吃东西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拿行李箱的话 会比较不方便一点点 今天的这支视频同样的会给大家干货满满 OK 可以记得关注 然后看到最后 我会跟大家总结我们四天三夜 在巴厘岛的行程 然后我们学到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咯 我们现在呢 要去吃的就是巴厘岛好吃的barbecuing 这个是我们租的摩托车 然后一天是120k链 所以我们明天就会出发去Bernida 所以这个是我们sofa在Sano的时候用的交通工具 我们已经到了吃巴比咕托车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是我们星星念念的 全部都是用猪 组成的 这是猪皮 这个也是炸猪皮 然后这是他们的辣椒 还有猪肉 我们在Ugut吃的时候 是非常好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try 其他的店 哇 这一条路很窄 叫做Gang Digu 我们现在来到了Flee Market 然后 它就是这样子的档口 一档一档的 很多游客都会来这里 去选购一些巴黎特色的首饰 还有巴黎特色的衣服 这个我们有买一间 然后 其实它的布料差不多一样了 巴黎岛第一天的晚餐呢 我们就来到了小红薯上面 很火的Shady Shop Bali 里面呢 全部都是售卖着素食和健康餐 我们点了Smooth D-Ball 然后一碗的Rap 以及两杯的排毒饮料 记得当天晚上啊 微风迎面而来 cafe里面的环境 也是超级美丽的 非常推荐 所以酒店的路途中啊 我们发现 原来巴黎岛的红绿灯 真的会比较特别哦 这就是从原本的红色呢 先转去全色 这就是通知乘客 可以先准备了 然后绿色呢 就可以直走啦 这已经是我们的 Date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里 要去Noussa Bonita 我们现在是早上7点 我们要坐船 你看我们的今天天气超好 然后他看到我们这个Landia红色 他就会直接给我们Ticket 然后直接Scan scan scan 很快超级快 然后也不需要去排队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买好了那个Ticket了 因为他就像船进去 没有错是3点多 然后几乎也是没有人了的 所以我们就3点来买票 然后也不用排队 今天早上就排队很多了 多少钱啊 他的票 我们买是 它有贵啊 一点点啦 因为有一个Agent B 他帮我们找Motor 可是很顺利啦 整个过程都很顺利 我们online找 有很多人也是介绍这个Sanab 很多人 我们这一次买的是Sanabu的公司 两人的来回船票 行程大约是45分钟左右 个人觉得Sanabu的整体表现和服务 都是挺不错的 建议大家可以拿hand carry的行李 这样无论你是上下船 或者是在走动的时候 都会更加容易和简单哦 这里呢也给大家张贴了来回Nusa 码头和佩尼达岛的开船时间 大家可以截图起来哦 你搭佩尼岛之后呢 我们就租了一辆小型的摩托车 整个租摩托车的过程呢 就是给钱 然后和司机交换WhatsApp 司机呢就会拍照 全程呢也不需要给任何的订金 双方约好时间 隔天再来归还摩托车就可以了 我们在佩尼达岛租摩托车的价格 两天一夜呢是180千印尼炖 我们来吃我们的早餐 这里的环境很美 而且有微微的凉风 不会太热 这是我们叫的那个Mango Smoothie 你就是叫Banana 我不是叫Banana吗 这是Banana 哦 Banana 好吃 这是他们到地的食物 我们把行李放在酒店之后啊 就开始开这摩托车 开始我们的佩尼达岛西县与之游啦 西县比较著名的景点有这些 大家可以截图起来哦 我们今天呢主要要去的是 西县最著名的景点 也就是Glinging Beach 精灵醉崖崖 以及比较冷门的小众景点 Dumbling Beach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Glinging Beach 然后我们打算等一下拍一天照片 然后就下去那个海边那边 看那些攻略还有讲说 如果下去的话 可能要一个小时 因为呢 那边有很多阶梯 然后有很多游客 他们会停下来拍照打卡 所以来来回回都会有一个小时啊 只是因为我们 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岛上有住一晚 就两天一夜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still ok 的 我们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就下去哦 超多人哦 你们看看 全部人都停在这里 拍照打卡的 更美的拍照的view是这里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拍到 整个恐龙的造型 哇 很美很美 太美了 有景色很美 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要下去有啊 走一点 两个人都觉得啊 Dumbling Beach真的很值得去 虽然呢是陪你打倒西线的小众景点 但是在这片隐秘的原始森林里面 并然还有天然的淡水池海滩 绝对会让你更加感旱 巴厘岛大自然的浩瀚 每个人入门票呢 是200千英里顿 然后呢 付了入门票之后 还需要再走15分钟的阶梯 就能抵达啦 我们终于来到了 Dumbling Beach 很美 而且这里的海水呢 是非常蓝 很清澈的 可以在海边这里拍照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球签 还有一个湖 还有我们讲一下今天的体验如何 不错 很好看 第一次看到悬崖 然后那个恐龙的地方也是很好看 对 可以早一点到 因为我们是几点到啊 9点 放Lage Sight Hotel 然后9点这样出发 对对对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概早上11点多 已经有很多人排队进来了 然后那个人才也是超多 所以如果你们要拍照啊 或者是比较好看的话 你们可以早一点到会比较好 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 距离Dumbling Beach的景点 最后3公里的路是非常非常难骑的 所以在路口那边呢 就会有本地人提供摩托车载送的服务 所以我们回程的时候呢 也安排了本地人再送 费用呢大概是80千印尼顿左右的 也可以和司机讨价还价啦 我今天住的这个叫做Smart Group 然后两天一耶 300多块吧 有包早餐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很大间 超级大间的 还有属于自己的客厅 对 然后这是电视 哇 然后还有厨房 然后还有一个后院 叮 KING SIZE的 哇 没没没 所以然后哇 它客厅有一个电阻机 这边就有一个电阻机 然后干事分离 就是凌月 然后你可以跟这个旁边的人讲话 哇 美 而且很大间 今天的晚餐我们来到了一间超级屋 滴美的cafe 还有restaurant 然后它是连根海的 你们可以坐在海边那边 听着海浪声 然后享受你的美食 这一间cafe的名字呢叫做Mambo 然后它本身呢也是有住宿的 就是有民宿的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住 因为我们搜索的时候呢 它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住在这里 我们就住在附近 然后来这里吃晚餐 来吃晚餐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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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哦 哈喽 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天 我们今天来到这一个本里达的东线 现在我们要去拍照打卡那个树屋 你看我们穿的衣服是美轻的 这是我们去年来巴黎的东卖 没有机会称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来这个东线呢 你觉得东线跟西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东跟西 哈 东线的话呢 它的人会比较少 因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西线 因为我们在这里大概两天一夜 所以我们就带东线跟西线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站我们要去打卡那个树屋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路况涨破 一定要亲眼来看才能知道它多么漂亮 我们要去树屋拍照 然后呢是需要下这样子的阶梯了 等一下拍完照过后呢还是要走回上来 建议大家呢就穿包鞋来 因为如果是拖鞋的话有时候它太难走啊 那个阶梯拖鞋就会掉 这沿途的风景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都可以站在这里啊 然后拍照打卡 我们现在在排队要拍一个treehouse 这有计时两分钟 然后啊他们就会想 利尼达岛的树屋呢是东线比较著名的景点 但是也是花费入门票比较多的旅游景点之一 进去的门票呢是每个人25千印尼顿 如果想要在树屋拍摄的话呢 则是每个人在收75千印尼顿 而且拍照时长只限两分钟而已哦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负责收门票的本地人也会帮忙拍摄哦 从树屋回到努萨码头的路中啊 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场巴厘岛当地人的葬礼 我们最后呢还是决定了停下来更加了解他们的葬礼传统文化 据当地一位印尼妇女告诉我们 巴厘岛人离世过后啊并不会马上下葬 而是需要看好日子才能举行葬礼 而且呢都是好几户人家一起举行这个仪式 在当地呢属于重大的景点 大家都会盛装打扮没有悲伤 现场呢则有乐队昼乐 亲戚们呢一起抬起棺木 一起送亲人上天堂 一场葬礼讲述着人们看待生命的态度 当每一个个体作为一个族群聚在一起 面对死亡这件事的时候 他好像变得不那么悲伤和可怕了 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就按照时间来到了码头等待船只 再送我们回到了Nusa码头 我们的船是一点半 然后现在是十二点四十五分钟 所以我们大概等一个四十五分钟 我们每个人会拿你的那个receipt 一换这一个Nusa 等下他们就会以这一个颜色盘来识别你 对我们订的是什么布 我觉得蛮不错的 很香哦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四天三夜的最后一间酒店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间酒店 三眼 Ann her temple 等下我可以看下 WOWO 好大 看 看有大さsome cheap 这是什么 oh 看 OK 来 有一个全正经 看看我们的服装 YES meeting 2024年巴厘岛的这趟旅程画上了句号 我终于明白这段旅程不仅是对美景的追逐 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旅途中的每一刻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让我们不断去尝试和接纳新的事物 在巴厘岛你会发现人生其实不必太过完美 而是学会在自己的节奏中慢慢变好 我是丽婷 如果你还有关于巴厘岛的任何疑问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提问 关注我 我会带你探索更多的国度 我们下一个旅游景点再见啦